哪些是修净土之人不去做的范围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上 末道老来方修道 我们今天讲修池门中的第七 境界门 一切修行法 清净法 都是以戒律为基础 像我们要盖房子一样 一定要从平地找到一块好的地方才能起房 像我们画画一样 一定要把素描画好 绘掉色彩 慢慢的才能画出最好的作品 持戒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修净土 想入静国的出门 如果不持戒 就像长得很丑的丑女 想去做这个地是天的妃子一样 那是达不到的 所以我们在戒里面 第一个戒门就是戒迁贪戒 不能够贪 在这个烦恼伯后的较量中呀 最严重的就是贪财 其次财是好色 所以戒迁贪的就是为我们行这个财师 乃至法师 行不失 不要有爱惜 随时随地能舍 毫不犹豫 这个就是不犯迁贪戒 第二个叫做悔尽戒 这就是具体我们受到 比如说受了五戒 受了八观斋戒 乃至受了什么沙弥戒 比丘戒 菩萨戒等等诸如此类的 那么你在这上面的有漏 没有持满足 这就叫做悔尽戒 第三个称慧戒 要善于掉心 乃至深口 如果我们遇到这个人家的悔骂 甚至有这个高杖相加 动手的时候 那么最好能够自己思维 起正念思维这个业的因缘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切就由前因后果 那么心里做这个偿还他 曾经辜负他 这样想 或者把他作为菩萨视线 来引导你修这个忍辱波罗蜜 作为导师想 这就叫做什么呀 称慧戒 第四个放逸戒 要观想我们人之一生呀 在这个生死苦海中呀 没有值得能安逸 能够有所放身处 就是不要觉得有一个舒服之时 舒服之处 没完没了都是苦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好像我们人呀 持着波 出家师傅拖着那个波碗 碗吗 然后呢 满满的一碗油 然后又行在这个像走钢丝一样 悬在这个钢丝上走 那这个时候 你根本就顾不得左顾右盼 乃至生第二念 这就叫做什么呢 叫做不放逸 这是指的第四个放逸戒 第五个散乱戒 我们要守护自己的根门 熄灭所有的这些外源原物 俗物 多多的网道上会 就像这个护风灯 这个灯点着了风吹不进来 也防这个鸟的扇翅膀 或者防进来 这就叫护风灯 我们散乱戒犹如护风 下 末道老来方修道 我们讲到西方和论修持门中的境界门 就是哪些是属于修净土人不去做的范围 上一讲我们讲到这个放逸戒和散乱戒 今天的第一讲要讲到鱼池戒 学修净土要常亲近大乘佛法 就像我们曾经的年代 妈妈为儿子缝补衣服的时候 晚上借着油灯一针一线的在那儿缝补 这个油灯就如同佛法智慧 没有这个油灯 没有这个蜡烛点着 那么你的针扎过来扎过去都扎在自己手上了 就是鱼池 所以第六个叫鱼池戒 第七个叫骄慢戒 骄傲我慢 不能以自己的变才好 就觉得骄傲 不能以自己的悟性理解力高 就生傲慢了 不能以自己的辩论 就是别人谁都说不过他 就生傲慢 要知道一切所谓心念中的所得 就如同大地上的尘埃一样 像镜子上的尘垢一样 我们不应该用这个尘垢来看不起那个尘垢 实际上都是尘垢 五十步笑百步 这就叫做骄慢戒 第八个叫做附藏戒 不要互短 把自己的短处 漏裂 恶劣的性给富起来 以为天不知地不知 你是怎样就是怎样 要面对 为什么 因为一切处诸佛 一切处的诸菩萨 一切处的神明护法 皆兮知悉见 你根本就复藏不了 就好像在太阳底下 你能逃得掉 逃开自己的影子吗 你能在水的浪里面 能逃开这个湿的 就是说水是湿性的这个属性吗 你能把它变成干的吗 无可逃顾 所以就不要去造这个复藏 第八复藏戒 第九无意戒 不要去干没有意义的事情 这里讲的一切西西式无意 一切诗文无意 就是好写诗 作文 一切成缘无意 世间世耳 一切口解脱无意 这个就找到源头了 口解脱无意 当远离故 这叫做无意戒 第十不住戒 虽然我们这上下两篇讲的第七十种境界法 可是我们持这样的戒 但是为了生净土 度化众生 只有这一条 既不是为了生明很好 也不是为了人家赞叹 以修行特别这个境界高 也不是为了得小果 甚至得阿罗汉 等等诸如此类的 都是为了生净土度众生成佛 如果我们行者能够行于境界 就容易设受众生 为什么 能够生于净土 何以故呢 因为一切众生在难度化 刚强的人 他也是非常的崇敬有戒得的人 我佛想去 我佛想追Er 你 柄 E 月